今天上午一輛載有報廢鍵盤喇叭的民營垃圾車 前進國道3號突然大量冒煙 新北消防隊人員也緊急出動將火撲滅 索性沒有釀成傷亡 而垃圾車因為是密閉的車斗 加上強力擠壓 若不慎丟入會引爆或是燃燒的物品 很容易會釀成災害 停在國道路間的藍色車輛不斷冒出濃煙 新北消防局行電分隊人員 建垃圾車後車斗持續悶燒 趕緊切割車體滅火 消防隊上午11點左右 接獲國道3號南下29.1公里處 發生汽車火警 趕緊派人搶救 火勢17分鐘後撲滅 這台垃圾車為名公司所有 業者強調載的報廢喇叭鍵盤都合法 起火原因有待調查 不過密封式壓縮垃圾車 若真的起火 受過訓練的清潔隊員 都有一套標準處理程序 車上配有滅火器 開車時若發洩冒煙 要馬上處理 基本上如果時間充裕的話 會到比較空曠 然後安全上沒有餘地的地方 把這個垃圾傾洩出來 再使用滅火器鋪滅火源 不止起火 垃圾車更怕爆炸 三年多前宜蘭蘇澳垃圾車 疑似因為氣爆物品 車斗炸開傷人 去年彰化垃圾車也因香灰 釀成氣爆 新北市環保局強調 容易引起燃燒跟爆炸物品 丟氣時要特別謹慎 像是高壓噴霧瓶罐 要將內容物排出 交付回收 行動電源也不能丟入垃圾車 過期奶粉 麵粉等粉狀物 混水後是丟除魚 禁止香灰丟之前應該混水 以免釀成災害造成傷亡 記者 王新中 莊志成 新北報導